每天一分钟轻松学简谱 大家好 我是张峰 今天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简谱当中的一个稍稍复杂一点的节奏型 大切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大切分的构成 中间一个四分音符 两边各一个八分音符 那么中间的这个四分音符又叫做切分音 大切分这个节奏型的特点的是 两边为弱拍 中间为强拍 正常来讲 我们应该都是第一拍为这个强拍 那么大切分这个节奏型 把这个重拍移到中间这个切分音上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节奏型的这个十支线的画法 前面八分音符为半拍 这个位置是有箭头的断开的 然后中间这个四分音符 你看连起来 它是一拍 只不过是跟我们这个一下一上相反方向 一上一下 后面的这个八分音符 即半拍 即半拍 这个节奏型也是在两拍内完成的 所以说要特殊记忆一下 大切分 在打拍子的时候 也是要按照两拍为一个单位 那么我们看把它打出来的就是 注意 咱们在打的时候如何能把它打准的 因为中间是中盘 你把中间读成 前面读成打 后面轻声的得 两盘再也完成 一二打大的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简朴无效知识 好 好